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明星,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近日,有消息称纳英抛售了他在北京的豪宅,而价格高达4.5亿,这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关注。 有人猜测,纳英或许是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离居国外,以避开风头。 对于这一消息,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惋惜,毕竟纳英可是中国音乐界的传奇人物之一,他的歌声曾经震撼了整个国家。 一则关于纳英的炒作新闻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据报道,纳英近日抛售了在北京的4.5亿的豪宅,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有人说纳英之所以抛售豪宅,是因为他最近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筹集资金。 也有人说纳英抛售豪宅是为了迁忙国外,躲避一些不好的风头。 无论真相如何,这一消息都引发了广大粉丝和媒体的关注。 让我们回顾一下纳英的音乐事业。 纳英在音乐界已经活跃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 他的嗓音独特,高靠而富有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他出道的早期曲目如《追梦人》、《征服》等。 至今仍然被人们铭记,纳英的音乐作品不及一感人激昂的情感表达甚得人心。 而且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更是出类拔萃,使人们未知惊叹。 而纳英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也是无法撼动的。 他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坚毅刚强的感觉,同时又散发着女性的柔情和温暖。 可以说,纳英一直都是为人们所追捧和崇拜的对象。 然而,近年来纳英的形象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他依旧有着惊人的嗓音和舞台魅力,但是一系列负面新闻让人们对他的评价产生了一些动摇。 从他代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开始,他就陷入了种种风波之中,先是与其他导师的名争暗斗,然后是被指责为以老卖老,不适合作为导师。 但是,再加上他与一位小男生的绯闻,纳英的形象似乎越来越与他的音乐才华格格不入了。 而最近纳英抛售豪宅的消息更是令人担忧,这一举动让人们不禁触动到了纳英是否在情感上和事业上都陷入了困境。 那么,为什么纳英会选择抛售豪宅呢? 有人猜测是因为他最近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希望摆脱一切束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还有人认为是因为他想要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以追求内心深处的真实和自由。 另外,也有人猜测是纳英选择了移居国外,以避开媒体的窥探和炒作。 无论是哪种原因,纳英的选择似乎都与他最近在娱乐圈中的表现有关。 抛售豪宅的消息再次让人们对纳英的名声产生了质疑。 很多人开始猜测,纳英为什么要抛售这么一套豪宅? 有人说纳英最近的经济状况不好,需要出售财产来应对困难。 也有人说纳英是受到了某些不好的事件影响,不得不离开国内,选择迁往国外。 对于这些关于纳英的猜测,笔者认为不能太过于以偏概全。 毕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纳英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 而对于抛售豪宅的原因,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决定。 不管纳英是否慌了,我们都应该保持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态度。 毕竟,人们的生活和选择是多变的,我们无法对他人做出过多的揣测和判断。 作为观众和粉丝,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纳英的音乐和表演才华,而不是沉迷于各种八卦和炒作事件。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上,不要被他人的选择和行为所干扰。 纳英的抛售豪宅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我们没有必要将其过度放大。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前进的方向。 纳英的决定无疑让人们对他的未来产生了一些担忧和期待。 作为一个拥有如此丰富音乐才华的人,他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和空间,希望纳英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重新出发,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相信纳英一直都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的选择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幸福。 纳英抛售巨额豪宅的消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猜测和讨论,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希望纳英能够在新的起点上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歌手李文在中国好声音的遭遇令人心疼,一段长达九分钟的录音揭开真相一角。 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发声。 歌手海明威不但揭露节目组的黑幕,还呼吁中纪委下场检查。 他直接披露好声音节目组是公认的黑暗圈,事情的真相远比大众看到的可怕一百倍。 纳英和纳新再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纳英声称身体不是取消音乐节,然而这把火还是烧到了他身上。 随着网友的身份,大家发现纳英两姐妹还真的不简单。 两姐妹一手遮天,事实上,在纳英成功当上好声音导师之前,姐姐纳新就已是节目的核心人物。 作为节目创始人,他不仅参与了多档选秀综艺的制作,还曾担任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监制。 可以说在娱乐圈,纳新早已是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幕后大佬。 有了这样的姐姐坐珍,纳英在好声音的发展可想而知。 她不仅能连续七级担任导师,这几年的出厂费更是达到天价的两千万,姐姐在暗中帮助让纳英获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她这几年的出厂费加起来非常惊人,她也算是大赚一笔,身家资产更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增值不少。 之后的纳英开始不断买房投资房产,仅仅在北京的别墅就比王妃的还豪华。 除了姐姐的庇佑,纳英还得到了另一位巨星古剑芬的提携。 作为业内大能,古剑芬门下弟子众多,人脉资源涉猎广泛,败古剑芬为师后纳英在圈内的地位更加稳固。 为了诱骗她签字,声称签约的公司是刘欢老师的,幸亏徐海星谨慎,找刘欢老师何时此事? 刘欢老师当场否认,徐海星因此拒绝了签约,引起了纳心等人的不满。 剑又骗不成,葛亮直接露出本来面目,威胁徐海星如果不签约这辈子就毁了。 最后徐海星没有屈服,离开了舞台,之后还承受了数年来自节目组的网报。 随着海明威的发声,大众发觉节目组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把控全局。 事件背后引线大手,选手李佳杰曾在网上控诉节目组的不公,他发布长文将自己知道的内幕都一一公布。 这篇长文引起了更多的人关注,让大家对好声音节目组的恶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但令人意外的是,几天后这条微博就被被人删除,他还发文道歉声称之前的发言没有事实依据。 删文道歉的操作不禁让人深思,这件事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掌控着事态的发展。 李文事件曝光之后,除了节目停播似乎也没有实质上的影响。 各界的发言包括前一段乐家发文,都没能掀起什么水花。 随着节目的停播事情似乎已经告一段落,那因那心两姐妹似乎正在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如今海明威站出来发声,让网友更加坚定了这种猜测。 她的发言非常犀利,直接评价这个节目是公认的黑暗权,针对这一点海明威有发言权。 她因为演唱《老人与海》而成名,是有实力有音乐梦想的歌手。 之前海明威曾慕名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但是在这个节目上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李文的录音曝光之后,海明威站出来发声,点名那英两姐妹最黑心,想必当初参加这个节目也曾见识到节目背后的黑幕。 再加上她是选秀出身,对选手们的遭遇感同身受,义愤填膺之下站出来发声。 她指出节目组已经沦为赚钱的工具,选手想要晋级就要签约,一个导师的转身也可以花几十万买到。 这些发声的力量使幕后大手逐渐失去对舆论的掌控,或许我们距离真相已经不远。 终究会迎来真相大白的那天,除了海明威的发声,更多不畏惧这个节目组的明星相继站了出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